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院士 来为我们提出20世纪数学与物理的分与合 在此我们以掌声欢迎杨振宁教授 以及本场主持人黄外院士到台上来 杨振宁院士他的弱作用中语称不守合的现象 非常受到肯定 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物理奖的肯定 我们知道史诺在他的一个演讲里面 Two Cultures里面提到人物与科学的对话 他里面特别提到杨振宁教授 他这个发现实在是学界一个迷人的发现 接下来杨振宁教授会用PPT档来为我们提出 20世纪数学与物理的分与合 同时也要为各位介绍本场主持人黄外院士 他的专长就是把负责讯号 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解析出来 我们的刘全生刘全校长曾经说 我们的黄外院士是最有可能的杨振宁教授得主之一 在此我们也认为掌声欢迎黄外院士 以及杨振宁院士 各位贵宾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很荣幸 有机会参加 今天在中央大学举行的 为了纪念余季中先生的活动 十多年前 余老先生跟他的夫人捐了巨款 成立了一个华英基金会 为之帮助南京的东南大学 跟南京大学的科技教育的发展 他请我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既有机会 在那些年里头 看见了余老先生多次 通过这些经验 我对于余先生的处事处人 对于他对于台湾的人民的生活的情形的关怀 以及他对于南京两个大学的发展的关注 都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余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者 我今天能参加这个活动 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很荣幸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谈的 是二十世纪数学跟物理的分跟合 数学跟物理大家都知道 是自然科学里头 两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也是最古老的几个分支里边的两个 从历史上看 数学跟物理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互相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里 大家讲书画同源 就是说书法跟绘画 是从一个源头来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数学跟物理 也是历史上是同源的 比如说是维基分 当然是大家知道 是数学里头 一个关键性的基本的发展 它是从牛顿 在研究万有引力的研究里头 所发展出来的 事实上 牛顿在研究万有领域的定律的时候 中间发生了一个数学的问题 他为解决这个数学的问题 花了不止十年的功夫 那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所解决的经过的方法 就是后来大家叫做维基分 数学分析 跟动力学 也是一起发展的 就是在牛顿的工作以后 大家要研究 数学家 跟物理学家 要研究行星 研究 卫星 比如说月亮 研究潮汐 的这些 规律的时候 所以要把 牛顿所发展的 维基分 跟万有引力定律 发展出来 这个通过了一些大数学家 像 Lagrange 他们同时发展了 所谓 Mathematic Analysis 同时发展了Dynamics 所以这两个 是一起成长 可是到19世纪末 19世纪末以来 数学变得越来越抽象 抽象到一个程度 到了1961年 一个有名的 美国的物理数学家 叫做Marshall Stone Marshall Stone 我在芝加哥大学 做研究生的时候 是芝加哥大学 数学系的主恩 他把芝加哥的 数学系的地位 大大的提高了 所以现在 芝加哥大学的人说 那个时候 50年代 60年代初 是Marshall Stone时代 在芝加哥 这个是有根据的 那么他在1961年 发表了一篇 半通俗的文章 他其中讲了 这么几句话 他说 自于1900年起 数学跟我们 对于数学的 一些观念 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他所谓 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越来越抽象 其中最富革命性的发展 是原来数学 完全不涉及物理世界 再清楚一点 说这还是他的话 数学与物理世界 完全没有关联 他讲这个话 确实是 当时数学发展 整个的趋势 当时觉得 数学的发展 就是要研究一些 数学的结构之间 互相的 非常美 非常妙的关系 那这个变成了 当时数学思想的主流 所以根据这个讲法的话 可以知道 在20世纪的中叶 数学跟物理是分家了 因为数学家认为 他们所做的东西 跟物理世界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这个半个世纪以前的想法 现在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今天我要 在今天下午 跟大家谈一谈的 就是怎么样子 这个大大的分开的关系 或者是说 离了婚的关系 现在又恢复结婚的状态 要谈这件事情 我们要回到Maxwell Maxwell是19世纪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在19世纪的中叶 写下来了有名的Maxwell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主要 用现在的方法写成两行 其实呢 其中第一行是包括了Gauss定律跟Faraday定律 第二行是包括了Coulomb定律跟Ampere定律 我想在座念过大二电磁学的 我想可能还记得这些 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革命 你想一想今天所有我们所用的跟电有关系的包括现在的网络通信 包括手提电话 包括Lasers 激光 所有的这许多 它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两行 所以这两行对于基本物理世界的认识 以及人类要想利用这个认识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活动 都是基于这两个很简单的方程式 1915年到1915年 Einstein发表了关于广义相对论 这个广义相对论其实所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Einstein自己也讲了 就是使得这个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变成一个几何化的理论 万有引力这个观念是牛顿发展出来的 可是Einstein这人 他是当时大不得了的物理学家 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他把这个万有引力 不把它变成是力量跟力量在远距离的关系 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几何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个是从今天看起来 是革命性的建树 而且与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底下我们可以再讲清楚一下 那么他的文章发表了以后 他又写出文章 说是好了 现在万有引力 我们已经把它几何化了 就是说万有引力 所以有这个万有引力 所以有的原因 是一个几何的道理 那么我们还知道另外还有一种力量 是电磁力量 Electromagnetism 我这段写的叫EM 那么他说EM非常重要 就是麦克斯的方程式 他说这个麦克斯的方程式 像这样写出来 不是一个几何的方程式 他说这个也必须要几何化 这个是Einstein的当时的再三的想法 我想底下我们讲了以后 大家就会知道 这个想法又是非常正确的 可是要想把这个落实 并不这么简单 那么过了一两年以后 有一个数学家 叫做Herman Weill Herman Weill是大家公认 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几个数学家之一 他的工作的领域 是纯粹的数学 很多是非常抽象的 可是他响应了 Einstein这个号召 要想把电磁学 Electromagnetism也几何化 那么他大胆地提出来了一个理论 这是Herman Weill晚年的时候 的一张照片 他在1955年过去的 我是1949年到 Prinston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那个时候 他是Institute的一个教授 所以我见过他多次 可是他年纪当然比我大了很多 可是他是一个很容易跟他讲话的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所发生的兴趣 还有跟我同辈的物理学家 我们那时候都市博士后 所发生兴趣的领域 跟当时Herman Weill最发生兴趣的数学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跟他只是在纪尾酒会上 有一些交谈 在我的记忆之中 从来没有谈过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那么在1918年1919年的时候 Weill发表了几篇文章 是他认为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能够把电子学集合化 他说在他的以前 在那个以前 有一个大集合学家 叫做Levi Chivita 还有他自己 还有几个别的人 他们有一个想法 叫做平行移动 平行移动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在平面上画这么一个圈 从A这一点走回来 在A这一点上 我晃一个向量 一个箭头 然后当我这样走的时候 我尽量使得那个向量 是平行对于自己 这样继续走回来 那当然大家你就知道 走回来了以后 他还是在原来的方向 可是Levi Chivita 跟巴尔他们指出来 这个只是因为 是你在平面上 假如你是在一个曲面上 比如在一个球面上 你在球面上画一个圈 在一个圆点 A那地方 你放了一个向量 然后你尽量使得 这个向量在动的时候 跟自己平行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有点复杂 这个得要仔细研究 你仔细研究以后 你就发现 他转了一圈回来以后 就不一定跟原来的方向一样 所以这个平行移动这个观念 可以在一个曲面上 想出来 而这个平行移动的一个特点 是在一个曲面上 跟平面上不一样 在曲面上回来了以后 不一定跟原来的位置一样 这个 Levi Chivita 以及后来 Einstein都指出来 这个与Einstein的万有引力定律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很显然 巴尔看中了这个 就觉得 好 这个确实是 万有引力几何化 的一个关键的想法 他就想要把这个推广 在一个曲面上 平行移动的向量 未必回到他原来的位置 于是万有问说 假如是这样 它的长度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改变 他就是说 刚才是讲 这个向量 你是让它方向不改 这平行移动 他说我现在说 它这个长短 也在那继续的不断的改 那么这个 就要出新的 集合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够使得 它的长短也在那改 这是它的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他把这一句话 拿来应用到 这个平行移动的 这个方法 只是改了一下子 从平行移动 变成长短缩 他觉得这个很妙 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 他寄到这个 Berling Academy 那个时候是1918年 Einstein是已经非常之有名了 因为Einstein已经发展了很多的 他已经发展了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光子的理论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当然这个 稿子来了以后呢 这个Academy的编者 编者是两个大物理学家 一个叫做Planck 一个叫Nurse 就说那我们当然应该给Einstein看看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给了Einstein看 那么这个Hermann Barr的理论上是说 假如从一个A到一个B 是在一个曲面上 那么它一面 你得走过去的时候 一个尺在A这个地方 你走的时候要继续不断地 要改变它的长度 就跟刚才讲的那种平行移动 你在走的时候 它的方向老在那改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改这个长度呢 它就写下来这么一个东西 是一个Exponential的一个Factor 那么用德文的方法呢 因为德国人喜欢用很长的字 所以这边呢 Proportionality Factor 意思就是说是 这个比例在那改 所以这是Hermann Barr的中心思想 然后他把这个一来的 这里头有个Five Mu 他说这个Five Mu 跟这个电磁学里的A Mu很像 所以他就把这个Five Mu变成了A Mu 这个呢就是Hermann Barr 把Electromagnetism 怎么跟几何联系起来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稿子给了 这个文章 稿子给了 咱俩问说是有没有不改的东西呢 在这个改的这个情形之下 有没有因为他改而 还有不改的东西呢 那么有 这个就是使得他为什么认为 这个跟这个电磁学有关系 那么所以他这个里头 是又要有改 又要有不改 那么所以呢 他这个理论呢 他主要的是要讲 这是里头不改 那么不改 德文叫做Invariance 英文也叫Invariance 那么他在不同的时候 把它起了不同的名字 最早的文章上叫做Must Stop Invariance Must Stop就是量的意思 量当然因为他说是 你一边走他老在那改 可是这个不改的这个里头 有不改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理论呢 叫做Must Stop Invariance 这个后来被翻译成英文 就变成Messure Invariance 又翻译成Calibration Invariance 到了二十年代呢 把它翻成叫做Gage Invariance Gage就是量的意思 外来把它的文章机 给Pershain Academy的编辑先生 Planck和Nance 他们去 这两位呢 就问Einstein Einstein敏锐的物理之节 使他他反对出 Wire提出来的理论 他说 假如照Wire讲的话是对的 那我把两个尺 在A的这地方 变成样长的两个尺 然后一个尺 从一个轨道走到B 另外一个尺 从另外一个轨道走到B 那么根据Wire的讲法呢 这个尺在走的时候 就在老的改变长度 所以这两个的途径不一样 所以到了B的地方呢 这两个尺就不一定一样长了 如果不一定要一样长的话 你本来是一个标准尺 你后来你哪个算是标准尺呢 换句话说 他指出来 说是Einstein的 说是Wire的理论 如果对了的话呢 你就没有法做一个标准尺 没法做标准尺 你不能做任何物理实验 因为所有的物理实验 最后你要量一个长短 或者量时间有多少 你必须有标准尺 有标准中 如果你不能每一个尺 都它的长短 都与它的历史有关系 你的整个物理学 就要垮台 这个是一针见血的问题 非常幸运的 是普朗克跟Norst 没有说Einstein讲的话太对了 你这个Wire的文章不可以发表 他们把它发表了 可是呢 把Einstein的这个comment 发在后头 叫做Postscript 后继 而且呢 他们把这个后继 在发表以前呢 寄给Val 让Val再写个后后继 所以这个文章 你现在发表出来 你看就有那文章 然后有Einstein的后继 然后有Val的后后继 那么我刚才讲的 这个Einstein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这个Postscript 他说 The length of a common ruler would depend on its history 所以这就要整个要夸台 那么在后后继里头 Val怎么讲法呢 后后继里头 我仔细去看了很多遍 是很短的 就是一段 他说Einstein所讲的 这个意思 跟我讲的不一样 可是他没讲 他到底是怎么不一样法 那么他以后呢 又写了好多文章 他以后的这些文章 你仔细去看呢 都是一种哲学的文章 没有公式 那么可以证明啊 他对他的想法 非常热衷 可是他不能回答 Einstein的理论 Einstein的反对 这个是现在六年以后呢 被这个量子力学的发展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量子力学 跟这个的发展 跟刚才讲的 这个发展 是没有关系的 量子力学 当然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大革命 那么这个距离的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可是量子力学 发展了以后呢 就发现这个 基本物理 它要用爱 在座念高中数学的时候 恐怕还记得 有一个爱 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的平方 是等于负一 一个普通的数目的平方 不可能是负的 那么数学家 在两百多年以前 想说我们 假设有一个东西 它的平方是负一 所以这叫爱 那么今天 全世界都叫做这个爱 那么这个爱 在这个量子力学以前 在物理里头 也用过 可是不是基本的 是一个工具 爱到了这个量子 的学发展以后呢 发现那个爱 不只是个工具 你要想了解 这个原子的结构的话 你必须把爱 变成一个技术的 一个观念 这个为什么 变成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现在没有人能解释 底下我爱 回到这点上 我总而言之 量子力学发展 原来要发生爱 那么这个以后呢 过了一两年呢 就有两个人 一个Foch在苏联 一个London在德国 他们指出来 这个Einstein 这个Vire 当初有那个 Exponential的 那个很长名字 那个Factor 他把它弄了一个爱上去 这一来的话呢 经过他们两个人 后来又有Vire呢 就发现到原来 对得不得了 这个动了一个I以后呢 本来是一个东西 越来长短 现在不是长短 是它的Face 所以这个Vire讲的Proportionality Factor 就变成了Face Factor 那么变成Face Factor呢 我们回到这个 所以这个Gage Theory 其实是错误的 没有什么Measure 它是个Face Theory Face是什么东西 将一个中上面 有一个 从12点钟到6点钟 再回到12点钟 这个就叫做一个Face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Face 那么 它不是一个Measure 是一个Face 这点我不容易讲得清楚 不过呢 我可以讲到1929年呢 Vire回来了 它呢 就 把这个I放进去以后 它的这个Gage Theory 中国翻成规范场 它这个规范场的理论呢 就 变成跟当时的 Maxwell方程式 跟量子力学 完全符合 那么 就是在那里头 有一个规范改变 可这个规范改变 里头有个不变性 这个不变性 是物理里头 两个东西 所以规范不变性 在1929年 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 而且这个重要的观念呢 还不止此 因为 从它那个文章就看出来 这个规范不变性 实际上 决定了Maxwell方程式 就是Maxwell方程式 当初写下来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那个方程式 是从四个试验的结果写出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 在19世纪的时候 我不知道 到了这个 1929年 有了这个规范不变 这个要求了以后 你就可以证明 Max方程式 非得如果符合规范不变的话 非得是当时所写下来的方程式 这个倒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 刚才我们不是说Einstein有一个反对的地方吗 那么现在把长短的改变 变成了Face的改变 他的这个反对的话 变成什么状态呢 好 那就是从A一个尺搬到B 一个方向这样走 另外一个尺 从另外一个路走过去 到了B的话呢 他们两人的这个长短 没有改 可是Face改了 所以Face改了 不影响它的长短 所以Einstein当初说 没有物理了 因为这个尺的 尺的长短 与它的历史有关系 现在这一来没有这个问题了 可是呢 它的Face不一样 你可以问 这个Face不一样 你能不能量呢 可以量 只是不能用这样 因为这个一个尺 就要量它的Face 这个到现在还不行 我不相信以后一百年 可以量出来的 可是呢 如果是一个电子 这个电子 从两条路到这儿的话呢 它的Face不一样呢 是可以量的 这个呢 是叫做有名的 阿哈罗诺冯研 1959年 阿哈罗诺冯研 不知道 阿哈罗诺冯研 当初的话 他们提出来一个试验 就是一个A到B 用两条路 然后他们中间 又加了一个线圈 那个线圈里头 有许多所谓点 我这画的点呢 是磁场 是电 就是大家见过一个线圈 是这样的话 里头有个磁场 在垂直于这个screen 那么他们证明啊 说是这里的很妙 因为这个磁场啊 在这个线圈外头 是没有的 可是呢 它可以影响 这个A跟B 到了B这点的Face 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 是一个关键性的 二十世纪的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呢 最后在1980年的中期 有一个日本的物理学家 叫做Tuno Murad 他精确地证明了 这个Aharono Boom 刚才讲的那个效应 现在叫Aharono Boom实验 因为是效应 因为是他们两个人 在1959年 最先提出来的 这个证明 我认为非常重要 他们把电磁学的 这个证明了 把电磁学的基本的意义 以及这个基本的意义 与Topology Topology Topology是二十世纪 数学的一个重要的值 与这个数学里的 Topology的关系 把它拖到表面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认为 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实验做起来 它就是这样 它是把一个电子 分成两个 从这两个红的线 到底下在这 所以上头那点是A 底下这点是B 然后呢 它这个中间的那个线圈呢 它变成了一个环 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环呢 这有一些别的道理 我不能够讲 在这不容易讲清楚 总而言之 这个实验 是做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实验 好了 到了1929年以后 大家都知道电磁学 麦克斯尔方程式 它这个基本的观念 是规范不变 可是这个规范不变 没有再能够发展 用来于电磁学呢 是更符合 可是得不出新的结果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很美妙的一个东西 可是没有新的作用 1946年到1948年 我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 那个时候 我对于这个规范不变呢 非常发生兴趣 那么 这个是1947年3月 我在芝加哥大学 做研究生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 就是我想的东西 我把它写下来 那么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呢 就是我初步在那儿要想 把这个规范不变 这个观念 拿来扩充 推广 我尝试推广 发展的规范不变性 这个今天看起来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 可是当时的 在技术上有困难 为什么技术上有困难呢 原因是 上面这个方程式 是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就是 Eleven Magnet 是什么 Maxor方程式 就有这方程式 那么我今天推广呢 就把这A变成那个B A呢是一个数目 是电磁式 我把它推广呢 把它变成一个方程 变成一个二乘二的方程 好了 二乘二的方程 你也可以 所以右边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我就想 当时想 这个从A 从一个普通的数目字 变成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式可以写下来 所以我就从这开始 最开始呢 就越算越复杂 这样子算了这个 一个钟头以后呢 那个方程式长得不得了 这个你们知道 你在做高中三角的时候 你要证明一个东西 你这个证明越来越复杂 你这就不太对 因为这个做得对的东西 它最后都是变得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个不行 可是这个过了几年以后呢 发现了 发现了许多新的例子 因为那时候这个实验 做得非常之多 你知道大家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所有的国家都知道 这物理学非常重要 所以呢 就拼命把钱放到物理学里 随时到大家说去 大家说去做出来的 就做出了很多结果 这结果就发现 奇怪的 是出了很多新的例子 这些例子从来没见过 那么这些例子 所以大家改写了个名字 叫做奇异例子 为什么奇异呢 因为它很稀奇 不应该有的 它毫然有了 那么这么许多奇异子 又叫T 又叫Theta 又叫什么Ti 那么这个 每两个不同的例子 它都有相互作用 所以就来了问题 说这些相互作用 是什么样子 那么那时候我想 这么多的东西 你要这个 没有一个原则的话呢 这个将来也不能发展 所以我想到 需要找一个总原则 来讨论 它之间的相互作用 可是那时候我看出来了 说是 规范不变这个观念 决定了麦克斯方程式 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规范不变的观念 推广一下子 就能够决定新的 像麦克斯方程式的结果呢 所以这是当时总的方向 所以又得回到这个问题来 所以从我做研究生 到1954年之间呢 我回到这个想法好多次 可是每一次呢 都是越算越复杂 所以最后都没有结果 1954年呢 我回到这个想法 恰巧那个时候 我在Brookhaven访问一年 跟我同一个实验室 同一个办公室的呢 有一个比我年轻的 一个快要得PhD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叫做Bob Mills 这张照片不是那张照片 那时候我们没有合照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1999年 我退休的时候 在Stonebook 有一个学术讨论会 Mills来了 那天我记得很久 人很多 我在坐在一个桌子上 他走过来 他 所以我就站起来 就有人给我们照了一张相 他当时没跟我讲 我看着他很瘦 这张照片不太对 他其实当时是很瘦 他没跟我讲 原来他那时候有了 Terminal Cancer 可是他没跟我讲 等到这个散会以后 别人才告诉我 Mills有了Terminal Cancer 所以后来两个月以后 他就不在了 Mills跟我 就又开始回到这个想法 就是要推广 这个规范不变的办法 要把A变成B 那么就写成这左边这一部分呢 是不行 就是算出来是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说 也许我们加上一些像 是二次的 就是有B乘B 然后假如这不行呢 再来一个Cubic 就是有B乘B乘B 我们这一页一页算下去 看看行不行 结果非常 这个 我们非常得意的呢 是算了两天以后呢 用不着那些 只是这 二次的就够了 就是写出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算的话呢 就又算又简单 最后妙极了 就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 到了这点呢 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 现在做的东西 是有妙的地方 那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写出来了 这就是 现在叫做 None Billing 规范场 这个理论很漂亮 我们写呢 写出来以后呢 这个专科的杂志呢 也立刻就发表了 可是在跟当时的试验不吻合 这里头还有很多故事 比如说是 我在一个报告里头 当时一个大物理学家 比我年纪大二十岁的 叫做Polly 他是我们年轻人都很害怕的 因为他最喜欢 使得年轻的人 变得 没法的回答他所问的问题 那么 我在那要给一个演讲 他就对我很过不去 那么怎么过不去法呢 他老要问我 我当时不会回答的问题 那么这个在后来 我在我的selected paper 把这个故事也写出来了 不总而言之呢 我只是说 你问这问题 我们不会回答 不过我们觉得这东西很妙 所以就写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弄了二十年呢 以后二十年呢 这个一直还是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是很妙的理论 是一个麦克尔方程式 这个很美妙的推广 可是跟实验不符合 可是到了二十年以后呢 又这是好多人的工作 引进来了一个新的观念 叫做对称破缺 把这个对称破缺 现在跟这个南岸别林 和在一起呢 就在跟实验对口 而且这个 这个以后这个几十年 几千个实验呢 这个都跟实验完全符合 所以这个规范厂的理论呢 就成了基础物理学类的 一个中心的观念 就是说把麦克尔方程式 通过规范不变这个观念 推广了以后呢 就可以了解到 所有的这些 奇怪的这些粒子之间的 相互作用呢 一网打进了 所以在七十年代 我总结了他的精神呢 我说这是代表 对称支配力量 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 这一点呢 我们也许可以讲 你从哲学的观点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希腊人当初 就非常喜欢对称 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 也是对称 这个对称跟希腊人 讲对称的 有密切的关系 可是现在比较具体 他那个时候的对称的 只是认为 圆是对称的 球是对称的 我们都知道 球是对称的 圆是对称的 他们就想利用这个 能够解释 世界的一切的一切 我们现在知道 你得把这个对称的观念呢 具体化了 而这具体化 是用数学的语言 那么就能够得到 跟物理世界 完全符合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当时呢 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呢 还是跟数学 用了一些数学 可是跟数学里 这个基本的观念 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并不知道 在一九六九年 我在Standberg教书的时候 有一个课 叫做广义相尊论 所以有一天 我在上课的时候 讲的时候 就把这个方程式写出来 这个是非常有名字 叫做Remon Tensor 我想大家 念过广义相对的人 都知道 这是 这是 这个 Remon and geometry 里的一个基本的公式 我在写这个公式 在黑板上写下来的时候 我忽然注意到 这公式跟MIRS 跟我的公式 原来很像 这个上面这个是 MIRS跟我的公式 我从前从来没注意到 原来它跟这个 Remon的这个 十九世纪的 Remon的公式 是很像的 你看 这个 这有滴滴 这有滴滴 然后这是 二次的 后边这个 这也是二次的 所以呢 下课以后呢 我就坐下来 仔细来比较 这比较了以后呢 就发现 它不是很像 根本是一回事情 只是这个 你要把这个观念改一改 就是把这个必要 改成这么一个 括弧的这个东西 叫做Christopher Simber 这个 就是一样了 所以呢 把一个基础的 数学里头的 方程式 跟这个 Longerbillion 规范上的方程式 变成一样了 我想这里头 一定有文章 所以我就去找 数学系主任 数学系主任 叫做Jim Simons 他比我年轻 十几岁 他是一个 做得非常成功的 一个数学家 我把这个 告诉他以后呢 他说这个 原来不稀奇 他说 你所写的 这两个方程式 都是叫做 显微虫数学 Fiberbind 就是Mathematics 那我说 这个Fiberbind 是什么东西呢 他就给了我一本书 这是Mills的照片 这是Simons照片 这照片不是那时候 照的 这个照片是2001年 在清华大学 我请他到北京 清华大学来访问 我们在大礼堂门口照的 那么他在70年代 他就给了我一本书 这是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Topology of Fiberbind 显微虫的突破学 这书我拿回去 这个书现在还是很有名的 是一本教科书 凡是要念 显微虫的数学的人 都得研究这本书 我就拿去看 看了以后完全不懂 在一个演讲里头讲 说现今只有两种数学著作 一类是你看完了第一页 就不想看去了 另一页是你看完了第一话 第一句话 就不想看下去 那么这Stinrod呢 是第二种 所以不懂 不懂以后呢 我就去找Simon 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很好 他就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礼拜三次中午 大家带着这个Bike Lunch 他就给我们几个 念物理的人 解释这个Fiber温度 等到他解释完了以后 我才完全懂了 原来规范厂 他们数学家已经研究过了 他们的研究不是从物理的方向 他们是从纯粹数学的结构 得出来了叫做纤维虫的观念 而这个纤维虫的观念 规范厂 是数学是 不是类似 是一回事情 那么 所以呢 等到我懂了这以后呢 那个时候 我有个 很 很这个 长期的合作者 叫做吴大军教授 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现在还是哈佛大 还没退休 他跟我就写了 这么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 就把这个 我们物理学家讲的 规范厂的观念 跟数学家所讲的 纤维虫的观念 给他解释了清楚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写了一个字典 这字典的左边呢 是规范厂的名词 右边呢 是纤维虫的名词 所以左边是物理学家的名词 右边是数学家的名词 右边那些名词 数学家懂 左边那些名词 搞我们这行的物理学家都懂 这个他 他不是类似 是identical 是一样的 可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 因为呢 在物理里头有一个观念 叫做field strength 平常写着fkmini field strength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 英文叫做charge current density 这个maxwell就有了 maxwell所讨论的 是比如说是一个电子 它在动的时候 它动的时候 它这个电荷有一个density 那么这个density 跟它这个动量 就叫做一个charge current 那么这个是物理学家 它不只是我们要用 而且是基本的观念 所以我就把这个拿去给summit说 你们这叫什么 他看了看 他说我们不讨论这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这篇文章发表了 发表了以后呢 来了一个 叫做atia 还有一个合作者叫hinchin 他们三个人呢 在1978年写了一个文章 那么因为他们在数学界非常有名 这一来所有的数学家 都知道我们的一个字典 所以就知道原来他们有一个观念 数学家从前不讨论的 他们忘记了 他们没想到要讨论这个 可是物理学家说是 这是基本的观念 所以他们就平平去讨论 这一来的话呢 这个所有的数学家很高兴 原来他们所喜欢的线维虫的观念 是个非常 从数学里面讲的 非常美妙的观念 跟物理世界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一来呢 那个时候到今天 物理跟数学呢 又变成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这个Singer 在后来 写了一篇文章 他特别是讲 刚才讲的这个经过 就是他怎么在Stonebook 看了 吴道卿跟我写的文章的字典以后 他把它带到数学家去 而使得数学家 觉得原来 他们所做的线维虫 跟物理的世界 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与当初 Marshall Stone 所讲的是完全相反的 在线维虫这个数学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数学家 是陈先生教授 这张照片 是陈先生 在1985年 在Stonebook 得到荣誉学会的时候 我跟他 合照一张照片 陈先生 是我的老师 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 所以陈家跟我们家 有很密切的 两个世代交叉的关系 那么他是 线维虫理论里 对于 我想最重要的 一两个人之一 那么等到 我跟吴大郡的文章写了以后 我懂了这个 线维虫的妙 以及 觉得这个东西 跟物理的这个密切的关系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到 我去跟 我去访问 陈先生 那时候他在Berkeley 我后来说 我告诉他 我从Simon's那里 学到了漂亮的 想维虫理论 以及深奥的 Chinville定理 我说令我惊诧不止的是 规范堂理论 正是线维虫上的领络 而数学家 是在不涉及物理世界的情况下 搞出来的 我又说 这即使我震惊 也令我迷惑不解 因为你们数学家 居然能凭空想象出 这些观念 陈先生立刻反对 说不不 这些观念 不是想象出来的 他们是自然 而且是真实的 They were real and natural 这就引进来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从完全不同的途径 而他们 在我们看起来 是一个凭空想出来的 这个观念 跟物理世界的结构 有这么样密切的关系 这个讨论的人很多 我想 这是一个宇宙的 基本的秘密 我想人类恐怕 永远不会了解的 要了解这个 我想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 所以Simon 跟我 当然很熟 结果Simon 到了七十年代底 他不做物理 他不做数学了 他到华尔街去 发财 结果大发财 据华尔街的报纸上讲 前几年 他每一年的净收入 是十亿美元以上 那么所以 他现在在华尔街 是非常有名 2001年 我请他到清华大学 去访问 他跟他太太 第一次到清华 访问完了以后 他回去了 过了一个月 我也回到斯东尔布克 他还住在斯东尔布克 我就去问他 我说Jim 你到中国去 这一个礼拜 你回来 你的印象怎么样 他想了想 很显然 他想过这个问题 他说 我认为今天世界上 最困扰的事情 是太多的人穷 贫穷 他说我到中国去 发现有十三亿的人 凭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能够走出贫穷 pull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by their own bootstraps 他说这个 不只是他们对于 他们自己的贡献 我认为 这是对于世界的贡献 我想 我后来曾经讲 我想这是 一个人 到了他赚了那么多钱的时候 他的眼光放得非常之大 所以他在问的是 问对于全人类 有些什么问题 那么从这个历堂上 他给我讲到那几句话 后来他问我 说你们需要什么 我说在清华现在有很多的访问学者 清华的房子实在不行 所以他跟他太太就捐了一些 所以后来就盖了12个apartment 这是2005年 他这些apartment盖好了以后 他来我们有个剪彩 这个楼 这12个apartment是一个complex 叫什么名字呢 他主张叫做Chin Simons楼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曾经做过 陈先生的博士后 他在做陈先生的博士后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里头有个观念 叫做Chin Simons楼 这Chin Simons楼 跟这个硅片厂 跟这个纤维虫 也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个Chin Simons楼 现在在物理里头 也有很多的应用 所以呢 他得到了陈先生的同意 把这个楼 叫做Chin Simons楼 所以我想 吴大军跟我 70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 不只是促使了 物理跟数学重新合作 我希望还促使了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学术交流 以及互相帮助 也做一些贡献 谢谢 我讲几句话好不好 我不好意思坐着讲 我站着讲 因为这个不能凭着做 我相信在座的 有很多人不是学物理的 包括自己在内 因为学物理的一定是少数 我相信这个不学物理的人 恐怕也可以用 刚才杨先生说的那句话 打开物理书 有的物理书呢 看了一页就不要看了 有的物理书呢 看了第一剧就不要看了 可是大家今天听过 杨先生的这个一小时的演讲 我相信大家真正了解 物理是怎么回事 而且真正了解 物理跟数学怎么结合起来 而杨先生是非常谦虚的 他说这个物理 学术学的老早已经做过了 大家看看 他在写这个字典的时候 当中就有问号 这个问号是学术学的不搞的东西 那么学物理的做出来了 这个呢就使我想 我一直觉得学术学跟学物理啊 当中有一个tension 而他们这个tension呢 假如要是两方面合作的话 是非常好的 这个在19世纪 富瑞也就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认真的去 去这个 研究这个自然的现象 是科学 也是数学上 最肥沃的一个一片土地 你可以耕耘可以结果 那么今天看见这个 杨先生给我们 这一小时的演讲啊 大家可以证实到 这个的的确确是 是真的 那么这个呢 就也引起了我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 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讲座叫大师讲座 什么叫大师 是拿了诺贝尔派 都是大师吗 那么我现在啊 把这个诺贝尔派 拿了诺贝尔派 分两种 第一种人是拿了诺贝尔派 第二种也是拿了诺贝尔派 都是了不起的 第一种是哪一种拿诺贝尔派 我举这个 阿伯尔麦克尔 做例子 阿伯尔麦克尔是美国第一位 拿这个诺贝尔派 他是这个量这个 光速的 他当时去量光速度啊 他就说这个光速度啊 一定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南北跟东西不一样 他一辈子去量 量了一辈子 发现就怎么量都一样 最后他frustrated 不得了 就是很 很这个 主上的 就写了一个negative的 这个反面 就是我量不出区别来 结果这个文章啊 是他得了诺贝尔派 另外呢 也有 另外就是这个是 阿伯尔麦克尔是老早的啊 另外一个就更 更比较近的 就是威尔森 跟这个 阿伯尔森 他们两位呢 去量这个 这个宇宙 就是他们两个要在 不要探了访工作 不要探了访工作 这个电话里面老有噪音 那不要探了访 你去检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噪音 也来源是哪里的 那这个是microwave 就是微波了 他们就拿了一个天线 在那里 找 找来找去找不到 这个所有的噪音呢 都是uniform 就是均匀的 他这个很不解 就拿了这个问题 到Princeton去问 人家说 哎呀 你这个看得简直不得了 这个就是这个 Big Bang 就是我们大的这个 爆炸产生这个宇宙的 剩下来的那个 余热 余温 那么他们两个也拿了 Nobel Prize 这个第一类的 拿Nobel Prize 第二类拿Nobel Prize 谁呢 我举这个Einstein Einstein拿了Nobel Prize 那个时候 其实他相对论 已经出来了 但是拿Nobel Prize 拿的是什么呢 不是他相对论 是拿的是光电效应 拿的Nobel Prize 那这个光电效应 对Einstein来讲 不是他主要的工作 但他这一个 不主要的工作 他已经拿了 可以拿Nobel Prize 那这个Einstein 他是Nobel Prize 这个超级的Nobel Prize 那么现在呢 我想可以回来 就讲到杨先生这个case 杨先生拿Nobel Prize 也不是这个Gage Theory 但是大家看看 这个Gage Theory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它不只是影响了数学 也影响了物理 而且把数学跟物理 合在一起 那么我认为 这是一个真是 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工作 我从前是不懂的 今天我坐在这里一小时 我也不敢说我懂 但是我至少跟着杨先生 刚才讲的这个 我可以知道这个脉络 是怎么样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的大师 是不只是Nobel Prize 是超级的Nobel Prize 也是因此有很多人 都是说杨先生应该 in fact得两次Nobel Prize 那么我们再度 代表大家 谢谢杨先生给我们这个 精彩的演讲 谢谢